马斗福音第十四章 那时,翻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就对他的臣仆说 这是喜者若汉,他由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 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斐里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逮捕了若汉,把他囚在监里 因为若汉曾给他说,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黑洛德本有意杀他,但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 到了黑洛德的生日,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重约了黑洛德 为此,黑洛德发誓许下,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 他受了他母亲的唆使后,就说 请就地把若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十分忧郁,但为了誓言和同袭的人,就下令给他 碎差人在尖里斩了若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 女孩便拿去给了他母亲 若汉的门徒前来,领了尸身,埋葬了,然后去报告给耶稣 耶稣一听说这消息,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 群众听说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 他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时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吧 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 耶稣却对他们说 他们不必去,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对他说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耶稣说 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 所以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 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 望天祝福了 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 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 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 约有五千 耶稣即刻催破门徒上船 载他一先到对岸去 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 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 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 到了夜晚 他独自一人在那里 船已离岸吉里了 受着波浪的颠簸 因为吹的是逆风 夜间四更十分 耶稣步行海上 朝着他们走来 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 就惊骇说 是个妖怪 并且吓得大叫起来 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 放心 是我 不必害怕 伯多禄回答说 主 如果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 步行到你那里吧 耶稣说 来吧 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 走在水面上 往耶稣那里去 但他一见风势很强 就害怕起来 并开始下沉 遂大叫说 主 救我吧 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 对他说 小心得的人啊 你为什么怀疑 他们一上了船 风就停了 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 你真是天主子 他们渡到对岸 来到哥乃撒勒地方 那地方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 到周围整个地方 把一切患病的人 都带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 让他们只摸摸 他的一边 凡摸着的 就痊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